真的是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话不是盖的 你切身的跟别人了解之后 这个交流得知 他们有的过得真的很不容易 那惨的一批多的是 如果相比较来说的话 我的童年 本来是很压抑很痛苦的 但是还有这么个环境 就最喜欢的是去爷爷奶奶家 那小的时候我认为我有三个家 一个是姥姥姥爷 一个自己家 爷爷奶奶 这个好像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觉 那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想 那一时间是很快乐的 但是现在看来 当自己独立住以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找不到那个初心了 反正人当了 互相之间的互动 他们对你也有所变化 而且一个年纪要做一个年纪的事 那现在还没有成家 现在很不孝 那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也不是随随便便的 也看缘分 而根据自己实际情况 那么 最喜欢的是跟弟弟玩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 它的一个背景铺垫 就是有爷爷奶奶在的时候 那我们前面说了奶奶 非常非常的好 那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多吃点 河南话 多吃点 一来就让你吃 因为他认为的好 虽然说不一定是你需要的 但是有的时候看见那个东西就烦了 那总还是知道那个心是最重要 因为人都不在了 还在心里 一直在 每到想到他的时候就不一样 因为他心 是公道的 是向善的 那当然了 有机会我们再说他 你说爷爷呢 也有他的作用 因为他 本人很喜欢 这个花鸟鱼虫 比较会享受这种生活 严九麻将 年轻的时候没有不沾的 一代一代 到我这一代还都会 那经常 还有快乐的时候 就是想希望 跟弟弟也一起带着去 早上六二 或者下午出去带蚂蚱 那个时候 最早下还可以沾鸟啊之类的 当然了 我们现在说 保护自然 那时候很多 有的时候 尤其像蚂蚱这种 也是要喂鸟啊 也是要 偶尔也会尝尝鲜 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概念 那时候太多了 现在到处看不到 连蚂蚱都成 保护动物的时候 那不开玩笑吗 那自然界除了人 还有什么 那有什么意思 就不自然了 那还有一个 就是打约一击 从最小的 这个小包嘛 起了五穷 那个时候 是 我爸爸 最早 作为生日礼物 说起这个 还有一点故事 那后面 专门说一下 我爸爸 但是这个东西一上瘾以后 那就很麻烦 到后来就是变成电脑游戏 连其他的 连象棋都非常上瘾 这都是游戏 所以这个东西 人世间太多有趣了 但是